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龙教——永垂不朽 你竟然让他趴在你身上 龙儿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没有啊 教主不要误会 我怎么会喜欢龙儿呢 是啊 他是我见过的男人当中 最无赖的一个了 我怎么会喜欢这么无赖的无赖呢 我见过那女人中 最凶的就是这个 我怎么会喜欢这么不像女人的女人呢 还有 我看他痴迷的样子 真是恶心啊 走过去都想赏他一巴掌 还有他剥出来的成肉 那些成肉啊 汁是汁 肉是肉 样子还湿答答的 这种成肉我怎么吃得下呢 难道我亲眼看见的 才会有假 亲眼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的 有时候看到的 以为是 但不是 有的不是 却又是 那到底 是 不是 不是 难道我的独门绝招 上天入地 杀神一世 连我自己都会看错 上天入地 杀神一世 白龙使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真的在三天之内 练成我的绝招 我被逼着 乱打打出来的 如果要我再多使一次 也未必行啊 你行的 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什么任务 龙儿 是 立刻召集众教徒到大殿 我有要事宣布 知道 终于看到你们两个了 头低低又不见眼失失 毫无悔过之心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教主先浮勇响 兽与天祈 神龙教永垂不朽 诸教主 先浮勇响 兽与天祈 神龙教永垂不朽 好 大家请起身 今天有件事跟大家说 本座委任白龙使 代表本座 到京城拿回四十二张金 回本殿 请白龙使 这块令牌是本教的五龙令 见令牌如见本座 天下神龙教徒任由你拆请 你带着他上路防身 教主天福永响 兽与天祈 神龙教永垂不朽 谢教主 牌已经准备好了 你立刻上机 等等 你不想去 不是 正所谓 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旦夕之祸福 我怕路上遇到坏人 正好 我的武功没他高 正好 我拿着五本四十二张金 那可就惨了 我知道了 你想多带些人 正是 你想挑什么人去 我想带 武功高强 一个打十个的 龙儿姑娘去 你 教主 龙儿 本座就委派你跟他一起上京 是 还有啊 这两个 不要 这两个呢 脑袋装草 粗手粗脚的姑娘 做丫鬟好 可以吗 好啊 没问题 谢谢教主 我不会放过你们两个的 来人 赐他们一人一粒 泡汤玉露丸 为什么出门还要吃东西啊 本教教规 出外办事 赐泡汤玉露丸一粒 这是保药啊 吃了它对你有益的 吃了 可以走了吗 白龙使 你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 如果拿不到五本四十二张金 回来的话 你就不必回来了 知道 你用八人大叫抬我 我都不回来 傻瓜 教主 为什么神龙岭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交给韦小宝呢 我不这么做 他怎么会对神龙教死心塌地 但是韦小宝这个人 一点都不简单 在皇宫大内之中 这么艰险复杂的地方 他都可以做到面面俱到 我怕 我们小看他了 所以我派你沿途看着他 别让他胡搞乱搞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能不能拿到四十二张金 就看你了 如果可以参透四十二张金里头的秘密 神龙教就可以称霸武林了 还认不认识我 有没有人呢 是不是有人呢 谁装我的衣服 龙儿 是你吗龙儿 龙儿 龙儿 你怎么了 赵主打断了我的经脉 他废了我的武功 现在我是个废人了 不会吧 你是他的徒弟 他怎么会这么对你 他说我死通外人 对付神龙教 没有 你对他很忠心的 你私通什么人啊 是哪个外人 你 我 祝教主 先福永享 授与延吉 大家起来吧 教主 港上发现 温的外面有蜻蜓官兵篡动 图谋不轨 教主洞西天机 金指示 主将是否带些兵马 杀他个片甲不留 大清康熙皇帝身边的红人 韦小宝在我的手上 亮他们也不敢轻举妄斗 教主 您神机妙算 即使韦小宝这个狗贼不在这里 那些清兵的鹰卷 听到教主的威名 早已吓破胆了 更不敢接近我们 这几艘兵船 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吃龙使 你也太胆小了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 不过教主洞西天机 我一定要先启示教主以后再说 你们吵完没有 开谈 来人 带韦小宝跟龙儿那个叛徒进来 祭神龙 石大人就要开包 上哥到底在哪里呢 什么人 是我 白龙使韦小宝啊 教主 你们好大的胆子 是啊 教主 他果然很大的胆子 我们的计划非常成功 你叫龙儿假装颠覆神龙教 私通外人 又叫我假装成活于朝廷 他果然上当了 他就是内奸 还公出赤龙使 黑龙使 黄龙使当中 还有一个是他的同党 你说什么 哎 教主 已经水落石出 不用再继续演戏了 而你们 自己做错什么自己知道 什么人做错事的 自己站出来 如果不承认 就碎尸换断 身手异处 请要成立胡言乱语 还 教主 你不是我 传心只是你的独门武功 你不承认吗 我对你忠心恳恳 你要杀我 教主 其实他才是奸细 你 我不是 我 我 教主 你用传心去打我 喂 小猫 原来是你 谁教你传心指的 教主发疯了 见人就杀 不想死的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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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针道 开砲 开小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